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了四种供电底座 这是我们标配的V口供电底座 这个是RS2动态平衡供电底座 这个是安宫口供电底座 这个是大疆TB50电池供电底座 第一步我们先安装V口供电 那在安装之前我们先要准备两块相对轻巧的一点的V口电池 然后在底部引上一个小型的三脚架 那下一步我们把平衡杆安装上 首先松开这个旋钮 滑路 这个纳的滑槽 然后锁紧它 第三步安装监视器机架 根据不同人的使用习惯 平衡杆有的会被放在右边 有的会放在左边 那今天我们安装的方式是在左边 控制盒采用的是GoPro 8运动相机电池 在安装之前确认开关推到对应的模式 下一步安装手机支架 此旋钮是调节手机支架的一个位置 具体操作稍后会缩导 接下来我们安装RS2连接底座 安装此底座需要用到配套的两把螺丝刀 首先把保险扣先取下来 第二步 将平衡杆上的拉头滑槽取下 安装在底座的底部 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另一把螺丝刀 拿出我们准备好的RS2 将底座安装上去 确保此旋钮锁紧 再将我们的连接扣装上 将云台安装到平衡杆上 我们要注意一个方向问题 需要将两个雷摩头对准在同一个方向 然后锁紧 下面我们连接电源线 这一根是P-Type转雷摩两芯 用于连接V口电池 以及安东电池 还有大江TP50电池 这根雷摩两芯转两芯 使用于平衡杆与电池底座连接 接下来安装RS2接收器 安装前务必注意触点要对准 避免触点的损坏 接通RS2电源 以及控制盒 接下来是控制盒的配对 首先三芯开关机键进入无线设置菜单 按M键进行下一层级 进入EZ模式后 再按M键进行搜索 搜索的同时 双芯接收模块 搜索唯一的时候 进行配对 配对成功它会退出到EZ模式 当机开关机键 退出到主菜单 这个时候接收模块 它上面会由红灯变成绿灯 确认为配对成功 你可以通过拇指控制键 来识别它是否连接已成功 这样平衡杆的初步装配已完成 接下来进行背负系统的穿戴演示 拿出腰带以及利弊连接键 在腰带穿戴的时候尽量收复 如果您的设备是属于比较重的话 建议你安装上这款肩带 接下来是利弊的安装 安装时左手拿着上利弊 右手将螺丝拧紧 在调节平衡感之前 先把RS2调制平衡跟随模式 接下来是平衡感的调节 第一步我们先将平衡感打平 检测平衡感上端以下端的是否平衡 对等 如果不对等我们需要通过延长 或者缩短底端的延长杆来进行配平 直到上下端平衡为止 第二步调节平衡感的左右对称 现在明显是左边重了 所以我们要将底部的电池往右边移动 首先松开这个螺丝 然后将利弊递起 把电池往右边移 以稳定器的屏幕朝上方为调屏 最后记得锁紧螺丝 当屏幕出现 既往左边又往右边旋转的时候 那说明连接底座的重心靠后 我们这时需要通过纳套滑条 往前调整 直到屏幕从左右两边回中的时间 在一至两秒为最佳 像这样我们平衡步骤就调节完成 现在我们进行利弊的平衡调节 当我们松开平衡杆的时候 利弊持一个水平状态为最佳位置 此时我们需要对上利弊进行加利 注意调节力度的时候 一定要让利弊处于一个水平状态 此时旋钮才可以调节力度 好 这时我们已经把利弊的力度调节完毕 接下来利弊的重心调节 首先我们身体需要保持直立 当身体保持直立的时候 松开双手 会发现我们的平衡杆会往一边偏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节利弊的根部 让它往右边 继续测试 当我们身体保持直立的时候 利弊会往前走 这时候我们要调节利弊的根部 往上翘 继续测试 直到身体直立立必保持静止的时候 为最佳状态 接下来是监视器支架的调节 首先我们把手机安装到手机支架 进行角度 调节以视线90度垂直与手机屏幕为最佳 当使用时 请注意平衡杆与监视器支架之间的距离 可以通过此旋钮进行左右调节 这样监视器支架的调节完毕 接下来我们介绍 RS2控制盒的具体功能 首先是模式键 它可以控制切换RS2上面的三个模式 具体模式可以在RS2机身上设置 第二个 录像键 使用录制功能时 请确认是否通过RS2连接了录制线到机身上 第三个按键 第三个按键是等同于RS2机身上的搬机键 当按住的时候是一个锁头模式 双击是一个回中 第四个是拇指控制键 拇指控制的速度可以通过RS2机身进行设置 第五项跟胶轮 RS2控制盒上的跟胶轮可以切换两种模式 其中TF对应的是铁头原力N跟胶器 TF对应的是大疆跟胶器 现在向大家掌测 四个不同供电方案的切换 现在拿在我手上的是大疆的TB50电视组 下一个方案是RS2自身 带的电池 安装之前首先确保这个旋钮是松开的 将它锁紧 担拼勒母线 一端以电池相连 另外一端是连接在平衡感上 当这个动电方案的重量不足以调平摄影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这个配重 在两侧分别有两个四分之一孔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一下背负系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储存部件 背负腰带 在背负腰带的左右我们都设置了两个快拆结构 通过这个快拆结构我们可以实行利弊左右的快速切换 然后在腰带的上方我们还设计了牵引绳 安全员可以通过牵引绳来指导进行一个安全的操作和指引 在腰带的中间我们配备了一个快拆板 通过它我们可以安装分体机以及电池等其他碎扣软件 当它作为一个单独的背负腰带的时候 我们旁边还配备了两个防转架 确保中间的设备有足够的安全 铁头背负系统float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